台军有一艘军舰的名字叫做明船 明船我们都知道刘明船 刘明船就是一个战将 刘明船在台湾当过巡抚 所以他对于台湾的现代化 是很有功劳的 他有很多的建设 其实到今天为止都证明 他是最有前瞻性的 那台湾的民众很敢念他 那因此台湾有很多的学校 就叫做明船大学 有很多路就是刘明船路 那当然这艘军舰 就取明明船舰 那就是纪念刘明船 好 这条舰在6月16号晚上 有一位资深的 他不是之前的 有一位资深的海军士兵 他实在是不想再当兵了 他怎么办 他穿上救生衣 蹦就跳向海了去了 然后就游啊游啊游 据说游了四个小时 结果不是游回基隆港 他是从基隆港离开的 结果游啊游啊游到和平岛 因为台湾募兵很困难 绝大部分的年轻人不愿意当兵 家世背景环境比他宽裕一点的 不愿意当兵 所以绝大部分的都是 家里环境比他辛苦 比他艰难 他们希望当兵来改善他的生活 所以他们都是社会很底层的人 那钱对他们来讲就很重要 可是他们又是年轻人 他们当兵以后又看到了 这个军队又没有战斗力 然后又都不会打仗 然后每天就在里面 等耗时间都在搞形式主义 他们就越当越无聊 越当越无趣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 募兵很困难 退了很多 那台军怎么办呢 他就开始规定 如果你要提前解约 我就要给你赔偿 赔很贵的钱 像空军如果要提前解约 可能就要赔上千万的新台币 然后我们的很多的这些军医医生 如果他不想再当军医了 提前解约也要赔好几百万 然后还有就是这些士兵 如果他当一当 他觉得真的当不下去了 然后他要解约 要赔好多钱 那他又赔不了 因为家里穷赔不起 那他又不想当了 怎么办 他就只好选择逃走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也看到台军 还有很多人亲生 其实我们绝对要呼吁 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要珍惜我们的生命 但是在今年以来 已经至少有十名 台湾的军人 他离开人世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世纪很低落 他们第一个他们不知道为何而战 他们明明不喜欢台独 不支持台独 可是台独却一直在叫嚣 要跟大陆打仗 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去打这个仗 他们完全不知道 然后他又问说那哪一个军人打过仗 台湾没有一个军官打过仗 从最高的军官到最低 都不会打仗 那都不会打仗 然后还要我们去打仗 那大家又看到乌克兰的战场 这些刚刚训练完的年轻的士兵 投下战场死亡率最高 除活率最低 所以他们看到乌克兰的战争中 这些没有训练完整的士兵 一丢到战场就死亡 他们根本不想做 所以他们对民进党在操纵 这种以武魔毒的这种做法 而且一直跟外国 美国 日本等这些势力勾连 要把台湾人把他们自己当炮灰 那他们本身是很不以为然的 他们也很不想 所以现在的民进党的当局 他们的目前的一个做法是这样子 就是用骗的 然后用戴帽子的 然后一直到最后 成立了更多的宪兵队 而且放在很多地方 大家很多人就不约而同的 开始高度怀疑了 他们是不是以后 就是战场的督战队 对不愿意打仗的人 是不是拿枪就把他毙了 大家都在想这个事情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 民进党当局也不回答 因为大家在问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做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又跟战力无关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们从来不回答 所以大家内心里面就有这个盘算 说你会不会就是因为你想做一些什么事 我想这个就是民进党当局 他也知道台湾的年轻人 其实第一个 真的广大部分不想当兵 第二个 不想为台独而战 真正搞台独人 绝不当兵 跑去当黑熊部队 观众朋友 黑熊部队的领导人 简单的一摔 就是说轻微脑震荡 被台湾的年轻网友笑到肚子疼